学佛一定要吃素吗 跟学佛一定要剔度吗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学佛不一定要剔度 学佛也不一定要吃素 其实佛法 他要度化众生有八万四千种 所以依着每个人的程度 会给他不同的标准 让他走上去 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进阶可以先从三规 从五戒 甚至进阶你可以到 沙密戒 比丘戒 甚至菩萨戒等等的 所以本来就不会说 规定学佛一定要吃素 其实在现在 在我们想南传 缅甸 泰国 金布寨 这些其实他们的佛弟子 都没有吃素的习惯 包含出家人 他也是没有吃素 他们甚至觉得说 佛陀在世就没有规定要吃素 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吃素 但是他们也有证果 千万不要把吃婚跟杀生 划等号 一个佛弟子一定不能杀生 但是一个佛弟子 不一定要吃素 杀生是说你有杀生的动机 杀生的动作 那么这些才叫杀生 以吃婚来讲的话 他没有杀生的动机 他去市场买 我们叫三斤肉 市场买这些肉 回来吃而已 所以他不算杀业 不算杀业 他必须了解这个概念 但是在我们汉地当中 从梁武帝时期 就规定要吃素 但是他也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以我们饭往菩萨界当中 他是有规定要吃素的 如果像一般藏系的话 他们是瑜伽菩萨界 瑜伽菩萨界里面 就没有规定要吃素 所以依着你的所学的经典 如果你受得到 这个饭往菩萨界的话 他规定要吃素 那你既然要信 那你就照着做 所以他是按照层次 如果你一般别卸托界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规定要吃素的 所以我觉得 对一个刚学佛的人来讲的话 千万不要跟他谈吃素的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 你反而让他把注意力放在 他愿意学佛有欢喜心 那放在这上面 吃素他不会变成负担 他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上面 他学学学到后面 他自己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应该开始吃素了 好 他自然想吃素 那就可以了 所以一开始 我不希望把焦点放在吃素跟吃荤上面 所以现在重点应该是 把素食变得好吃 那这个他想吃 再者有时候另外一个角度 从环保的角度来讲的话 吃素也是很好 那这跟信仰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觉得从欢暴角度 你吃素 那么对地球暖化有帮助 那么吃素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 那从这角度 他听进去 能做到多少算多少就好了 不要把吃素跟学佛 划等号 觉得你吃素就有学佛 你每吃素就没有学佛 我觉得这样不好 那么欢喜学佛可能比较重要 他慢慢慢慢 他认识多了 他也想说 那我就要吃素 那我们在寺院里面都吃素 因为在旱地就是吃素 吃素也可以很健康 但是要均衡就是了 比较吃到 像我遇到一些同学 吃素吃得身体不好 家人就逼他你要吃荤等等的 像这种吃素就是 吃到身体不好的话 你把身体顾好的话 人家不会在意你吃素吃荤 家人 不然他会担心 所以你希望均衡的饮食的话 吃素一定是够的 我就是这样子的